这可以看大家一看 啊 全场都进 哇 太漂亮了 随着船关盖板被缓缓打开 所有人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里面躺了一句非常美丽的女诗 她的面容娇好 眉毛根根分明 就好像刚睡着了一样 仅仅是嘴角神秘的微笑 就将在场所有人迷的神魂颠倒 专家利用现代技术 将这句来自近四千年前的女士复原 其美貌丝毫不逊色 当红美女 那么被称为小和公主的她究竟是谁呢 又是如何在茫茫沙漠中被发现的 为何尸身能保持千年不虎 感兴趣的老铁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长按点赞三秒还能触发神奇特效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揭秘 位于我国新疆地区 有片名为塔克拉玛干的沙漠 意思就是进去了就别想再出来 然而在二十世纪初 有个叫做奥尔德克的新疆游牧猎人 却误打误撞击了这里并成功生还 在向周围人讲述这段神奇的经历时 她总会提到沙漠深处的鬼城 那里不仅树立着很多诡异木桩 还发现了上千口棺材 这样的传闻自然引起所谓探险家的注意 之后她便带领瑞典人斯文赫典 找到著名的楼兰古城 这也导致大量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 1934年奥尔德克又带领赫典的学生 沃尔克贝格曼走进这片沙漠 刚开始的时候并不顺利 他们一直在原地打转 甚至曾面临死亡危险 直到走了很久才遇到一条河 没想到就在小河旁边 他们竟真的找到了神秘鬼城 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小河墓底的地方 从死亡沙漠死里逃生的贝格曼 在她后来的日记中回忆到 迄今为止小河古墓在西域探险史上 仍然是独特的 唯一的古墓群里的木乃伊 就好像刚刚睡着 尤其是一具面带微笑的神秘女士 最让人震惊的是小河墓地 其年代比楼兰古城年代还要久远 这篇日记的内容一新发布 并轰动整个世界 根据贝格曼的描述微笑的女士 很有可能是欧罗巴人种 在比汉代更早的时候就来到中国 如果这是真的那将改写历史 不少被日记内容吸引的探险家 都想前往罗布伯一探究竟 遗憾的是小河墓地 从此在沙海中神秘消失了 塔克拉玛干身处的无人之地 一个带着永恒微笑的神秘女子 生活在汉代之前的古中国 这所有的一切都令世人魂牵梦绕 小河墓地真的存在吗 那一千口棺材里埋葬的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又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直到七十多年后 也就是2000年 一个多次寻找小河墓地的中国考古专家 终于向世人揭开了他的神秘面纱 他的眼睫目还是斑的 而且脸部 你让他那个沾帽打了那个绳子 哎 横迹还有 哎呀 这下全场的心情 没办法 你敢相信吗 这具样貌美丽的女士 竟然来自三千八百多年前 单单一个微笑 就令考古人员心向神往 当专家利用现代技术将其复原后 他的面容让在场所有人都赞叹不已 这具神秘干尸究竟是谁呢 1979年中国考古学家曾接连两次 进入罗布博寻找小河墓地 却没有找到相关线索 意外的是发现了古墓公墓地 并出土了轰动意识的楼兰女士 2000年就快要退休的王炳华 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小河墓地 他带领着五个人五风骆驼 再一次踏入罗布博 凭借着贝格曼的新疆考古日记 沿着当年绘制的路线图进行寻找 在先进卫星定位仪的引导下 按理说应该很快就能找到 但考古学家们走了三天却一无所获 恶劣的沙漠气候也在考验他们的意志 就当大家打起退堂鼓时 心心念念的小河墓地 忽然出现在眼前 能够看到沙丘上矗立着很多墓庄 历经数千年的沙漠风暴和烈日 胡杨树庄的顶部都被劈开 墓地上散落着层层叠叠的棺板 以及有诡异的木雕人面相 竟还发现了裸露在外的婴儿干尸 不过当时的考古队并未立刻进行发掘 因为盲目发掘只会破坏宝贵的遗址 所以他们选择原路返回 而三年后国家文物局批准了 对小河墓地的考古发掘 由考古专家伊蒂利斯带着考古队 和现代化专业工具前往罗布博 那个微笑的美女会在这里吗 也许秘密就隐藏在神秘的木柱下 然而考古工作刚开始他们就遇到难题 小河墓地的面积很大 加上处于沙漠 散落在地表的遗物很容易 被风卷起的沙子给掩埋起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聪明的考古人员想到一个好办法 就是利用传送带来运送沙子 此外在沙漠中也无法挖出探方 这样的话一切考证将失去科学依据 好在运用现代科学设备 能解决这一问题 经过几天的清理 终于算是有所成效 紧接着一句句被牛皮包裹的船棺显露出来 棺盖是由几块胡杨木板拼接而成 经过清理发现约有几百口棺材 并非传说和被隔万日记中的上千句 不过专家发现这些棺木竟堆积了五层 他们推测这里此前应该是一定公共目的 之后考古专家缓缓打开一曲船棺 所有人都不禁屏住呼吸 首先露出来的是保存完好的沙帽 当船棺盖板被完全打开后 在场所有人都不由得为之感到惊艳 就好像静静睡着的美女 女时随小一个凝固而永恒的微笑 令每个看到的人都心生愉悦难以忘怀 这是一个年轻女子的脸 她头顶戴着沙帽微闭着双眼 清晰可见的眼睫毛就像一排排右松 上面还蒙着一层细细的沙尘 其身上还裹着崭新的麻痣斗篷 可以想象在四千年前她该有多美 因此这具女木乃伊也被称为小和公主 除此之外还在其附近清理出 一具小孩干尸和一具强壮的男性干尸 他们就好像一家三口一样 小和公主等干尸的发现 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人们都很好奇她究竟是谁 通过人类体制学专家的初步观察 判断小和公主属于欧罗巴人种 科学上根据人的皮肤头发 以及眼睛的颜色和形状 把全世界的人类划分为四大人种 欧罗巴人种 蒙古人种 尼格罗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 为了获得更为详细的信息 小和目的的彩标样本 被送到北京大学进行探视四测地 发现这片目的经来自三千五百到四千年前 比楼兰古国还要早近两千年 在对小和公主随葬品分析后发现 她已经去世三千八百年了 那是如何保持数千年不服的 想要形成干湿需要非常繁琐的程序 还要用香料涂抹等防腐措施 令人诧异的是小和公主身上 并未发现人工防腐的痕迹 根据出土棺木的结构 似乎能够找到其中的谜底 将用斗篷包裹好的试着一固 都放在适当的位置 再把两根胡杨树干掏空 并加工成括号状 括号两头对接在一起固定 然后一次把草边小楼等随葬品放进棺中 盖上有几十块的胡杨木 结许的小木板作为船官的棺盖 最后用新鲜的牛皮包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船官没有底部 加上周围紧绷的牛皮 就为使者营造出密不透风的保存环境 然而小和公主的不服 并非没有人为因素 答案就在包裹着她的抖腾上 专家发现尸体身上有一层乳白色胶状物 检测结果发现这是某种奶支品 或许正是由于这两种原因 令小和公主最终穿越数千年来到我们面前 之后专家利用和现代技术复原她的面容 其美貌丝毫不逊色当红的美女 虽然还有很多谜题尚未解决 但相信这个曾消失的古文明会再次呈现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可在弹幕或下方评论区进行讨论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老铁 可以点个赞或者关注 我会持续为大家更新的 如果有说的不好的地方 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